他每天就是努力一点点 只要今天比昨天做得好就好了 是吧 这孩子真的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努力获得高深广播的学识和技能 这个孩子能不能做到 能做到 我虽然没有考100分 没有考全班第一名 但我昨天考了才考了60分 可是我今天 那道题我昨天不会做 我今天会做了 我考了70分 那对比昨天对比我自己 昨天的自己我已经有进步了 而且我也获得了新的技能 所以这个第二点还是做得到 虽然他考试没有考好 可是我是不是每天在进步 每天在努力 每天在进步就好了 第三点 就是以优秀的品格作之音 来应用你的 进你最大所能 利用你的技能来服务社会 来实现自己的家族 对家庭 对社会做贡献 那这个孩子能不能做到呢 也做得到 就是进最大的所能 就是只要你自己 你可以在家里帮帮父母 搞搞卫生 帮父母做做菜 帮老人过马路 帮助老人家 这都是在帮助别人 对社会做贡献 可以进自己最大所能 进你的能力 所以这些教育 所以这个呢 是我我觉得 这三条要素 是孩子自信于乐观的基础 这三条要素就是我们要教给孩子成功的秘密 只要每天一点一点地朝这三个方向努力 就是成功 就应该感到幸福和快乐 不论环境如何改变 不论外界的东西如何改变 自己的远大的目标是不改变的 那么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是就是就是永远不改变 所以 我能打断一下吗 如果在这过程中 孩子明确表示他不幸福不快乐 他就是不想学习 就是不想助人为乐 他就是讨厌每天喝水 你怎么办 OK 怎么办 那就是这个 那最好 就是我 周围家长 我们已经知道了 对对 他就是同性恋 不是 我们已经 同性恋了 但他成人 你就不能管他了 但是他没成人 你觉得要告诫的 对 他就是不想跟异性在一起 那是他自由 只要他成人了 至于就跟你看他谈那性似的 这性 他自然他就知道了 你不必告诫的 古代时候 谁跟谁 他生儿 他生女儿 谁还干呢 就结婚之前 那西婚之夜 给他一张 给几张照片 春花 压在床底 压在那箱子里 他一看 他就不说了吗 对不对 至于小孩说 以后说 我是同性恋 我女儿也是 关于性恋 你关于性恋 小时候我都干的嘛 我说你到快成人的时候 穿衣服也得要注意 尤其女孩子 你穿太暴露了 或者紧身裤子 后边露着屁股 你那男人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 什么逗人家吗 我说这一定要不可以 这都很重要 晚上 走路 大街上 一定要走到正中间 有灯光的时候 他们受益匪浅 我女儿跟我说 爸 您说的太快了 小时候跟佛 真是 这一定要祝福他 这你没有必要说 你长男女同性恋 你是硬大人 你只要十八岁 你爱怎么按摩 就是那几个 就是政治 身体健康 这就是最不好 其他的长大了 也管不了 我们现在回到 刚刚这位先生提这个问题 就是说 孩子你管不了 你想管 但你管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怎么办 我们已经跟孩子谈了 跟他解释了 人性的双重性 精神的 跟他解释了 这个精神快乐的源泉 是什么 真正的快乐 是精神上的一些快乐 物质的快乐 是短短暂的 这些道理 我们都跟孩子讲了 这个人的 主心骨 我们也讲了 这些 这个美德 我们也讲了 那孩子还是不听你的 怎么办 他就是不读书 他就是不喝水 那你怎么办呢 那我们现在来 看一下几个 怎么在实际生活中 应用前面的这些 这个理论 然后怎么去应用 在实际生活当中 尽量地帮助孩子 尽可能地帮助孩子 尽可能地去说服孩子 尽可能地尽扰孩子 至于是间接不听 我看世界很少 主要都是人 那可能就是 这是方法 连狗都听话 您可能说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方法问题 我们可能也如果方法要注意的话 效果会更好一点 对 我的三句话 是吧 他 他 我刚才说了说 性教育最主要是教育家长 你应该 对不起 说一句 得罪您的话 没 得罪您的话 对对对 你应该才发表了段一论 就踩了我们前几期讨论 很多个地雷 你都踩到了 哎呦 我都没参加 讨论 讨论 性教育 好多地雷 你都踩到了 就是 就是说 比如说 你说 这是本性 不用说 来就知道了 成熟了 还是科学的东西 是基本的 科学的知识 还是要交给孩子 这样很多 基本的 对对对 也要 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举个非常简单的 但是这个例子很惨 大家会讨厌我的 非常讨厌我 没关系 我讨厌你 我们有个读书会的 有一个人 他的女朋友 在他 女孩子在六岁的时候 被他舅舅姓猥琐 被软童 而那个六岁 他那个女孩子 六岁的时候 没有经过性教育 不知道这是错的 不懂say no 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阴影 很多连环沙热犯 在他们小时候 你看到美国的那些连环沙热犯 他们的传誌 小时候 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 要么虐待 要么是性上的被人猥琐 或者怎么样 产生了非常大的心理阴影 这不是说你等他二十岁的时候再去教育他 你可以等 杀人犯 那个猥琐犯 不会等 性犯罪 不会等 但是社会上 你有杀人犯 有性骚扰 这很正常的 那有法律 但是说 就跟这世界似的 没有完美的世界 没有清 那全世界那么清零原样的 没有 那就不是人的社会 人的社会就有 有丑的 有善的 有美的 这才叫 社会的 那是 不要记得 说加拿以后 我别告诉他 他小时候被人性骚扰了人 这不 不欲替古人 本人 至于有 也就是说 也不可非 也不要打成小怪 家长 我们有责任保护 对 应该教育 我们要教育他 而且我们要保护他 就是这个 我们谈到这个美德 这个 OK 这一个 这个很好的 这个美德 是第一十年 我这么两个 我这么两个 比如说 现在你又生了一个孩子 你会不会告诉他那些 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要凡着自己的救救 那个什么叔叔 或者说某个阿姨 你会不会告诉他 说凡着他在你六岁 或甚至更小的小孩 这个是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这个应该的 这个是非证 这个是教孩子如何保护自己 这个是家长一定要教的 像我刚刚对孩子的健康 对孩子的危险 有危险的 孩子不知道他小 他不知道这个危险 他家的叔叔摸了自己 那是爱护自己 还是什么回事 他就不懂得say no 而且不懂得父母讲说 哦叔叔摸我下石了 然后就造成非常大的器皿 对 所以他这个 你前两党还讨论性啊 对 系组的系列讲说 在美国那边滚头了 所以第一个 知识是力量 知识是力量 很多 这个一定要教 教育是根本 要教育孩子 教育社会 这个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 对孩子的教育 当然你的这个教育 要根据 以孩子的年龄 和他能够接受能力 为前提 对不对 他一年级的时候 小孩你不要给他讲 说 跟他讲这个 这个 大学的危机分 对吧 对 要以孩子能够接受的 程度 能够理解 来 事行 适当的教育 开始 开始比较基本的 然后慢慢慢慢的 但是一个 很 一个基本的 保护自己的 怎么去保护自己 这个是非常 一定妙的 想走走 那这个 我们这个 时间现在怎么样 时间 差不多 那 我就想 那这样子吧 要不然 我要再讲两点 一个就是综合的美德教育问题 什么 这个是非常重要 美德教育要综合 什么意思 另外一个 我就想举一个 两个小例子 怎么在生活中 具体的 跟海 就像刚刚先生说的 他就不听我的话 他就问 怎么办 第一个 这个综合的美德 这个美德素质培养 这个太多了 你可以说有五十几种 七十几种 我觉得咱们应该注重一些 就是我们平时 我们的文化中 比较不太重视的一些方面 比如说创造型 西中 我们可能亚洲文化 就比较没有太重视的这个 那我们就加了 多给孩子补充一点 比如超脱 这个也是超然 因为我们平时不太 其实这是一个指挥 跟孩子讲 还有一个 比如说 一个叫 比如说快乐 快乐 这个 这个快乐也是一个美德吗 是 快乐是一个美德 我们要教孩子 如果你每天不快乐 你自己 这个不快乐 而且你周围的人 你也不能带给周围的人快乐 所以一个 要培养孩子 自己很快乐 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不管情况怎么样 都要保持一个内心的快乐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 一个叫 Joyful 另外一个叫 Radiant 就是要 自己内心的快乐 同时要 有一点阳光灿烂 要把这个光芒带给周围的人 把快乐带给周围的人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这本书 启银叫培养阳光孩子 这个很重要 孩子什么 内心 他首先要阳光 什么叫阳光 第一个 他内心要有快乐 他要真正的内心的快乐 然后他才能表露出来 他才能外在的表露出来 你外在 你如果没有真正内心的快乐 你外在不可能有阳光的一面展示出来 这些美德 还有一个什么叫 平衡 平衡的美德 比如说平衡的美德 这个美德不要走极端 比如说猪人美乐 你要不能太走极端 还要平衡一下 要对此 还有一个公正 那你猪人美乐和公正 比如说 你是猪人美乐 那你有一个人老需要钱 你老把钱给他 他 可是他为什么 你这样是真正在帮助他吗 是不是 还是你在 他在拿这个钱去干什么了 我是猪人美乐呀 这个要跟正义 要结合起来 对自己 你自己省自己 把这个钱给了别人 这个别人拿去做什么事情 做坏事 所以这个不能盲目 那就是这个 正对自己要有正义 要公正 然后要保护自己 这个 还有一个 我理解 我的体会比较深的 比如说是勇敢 比如说我们要教育孩子 要勇敢 这个勇敢 那个是一个美德 那勇敢 那勇敢 那勇敢一方面呢 是体现在对于别人 对吧 所要勇敢要保护别人 要见义勇为 要保护别人 这个时候你要表现出勇敢 勇气和勇敢 那从另一方面 是自己 对孩子自己 那刚刚回到这个先生说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保护孩子 从小 不会受到这个 别人的欺负 和在凌辱 那这个一个是知识 还是要知道 什么是别人在欺负 什么是在凌辱 什么情况下 我要告诉家长 什么时候情况下 那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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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气 就要保护自己的勇气 如果别人 欺负了你 偏了你 你要有勇气 来保护自己 为自己追求这个功证 对 所以 对这一点 我很喜欢这个 我读的一些书 就是他 对他对这个美德 是一定要非常平衡的 而且综合的一个 而且这些美德到最后 其实是一个 一个智慧 提升孩子的智慧 还是将来到社会上 在他生活中 他就自然而然的 会很幸福 很成功 因为他有了 具有了 这些美德的 这些素质 他知道怎么去 调整自己的内心 而且怎么跟别人 去合作 去沟通 那具体可以的 再回来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看一个小例子吧 我们看一个 看两个小例子 第一个是 六五十七 第一个小例子 我觉得这个小例子 我先把这个 我把这个例子读一下 我看我们大家 来探讨一下 第一个 这个小故事 很简单了 这个背景很简单 这个背景是 有一天 一个美国小朋友 去民家玩 然后呢 他爸爸来接他 来接这小孩 说 我们该走了 我们该走了 要去 奶奶在医院住院 我们要去看奶奶了 这小孩说 我不去 我不要去 我要去看电影 我不要去看奶奶 看完奶奶之后 那这时候呢 这个爸爸说 这样子我们先去看奶奶 看完奶奶之后 我们去看电影 那这小孩站起来 高高兴奋 爸爸走了 那你听了这个故事 你有没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 她的方案比我的 我刚才一想的方案 比较好 因为我刚开始 没想到这个方案 那你的方案 你当时 你觉得你的第一本性的 你本能的第一作吗 没有 我会去那说 哎呀 这个奶奶照顾你这样子 然后他生日里面 要去看啊 什么什么这些 说要一下 对 以德服人 我没想到说 他可以说 哎呀 我回头带你去看电影 这我们也知道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这里我刚提到的 就是一个美国人 很火 我的感受 就是这个中美文化的一个差异 一个也是这个 这个禁止交易方式的一个差异 所以我为什么选这个例子 我觉得对咱们这个亚洲 这个人群比较相关 刚刚刚这个先生讲的 就是说我们第一反应是伊犁斯人 伊犁亚人 这个道德的所教 那我们刚刚回到前面讲的 刚刚那位先生也提过 就是人性 人的本性 对吧 人性的 一些本性的东西 那这件小孩说这个话 他反映了 一个一种什么样的人性呢 小孩喜欢玩 对 好玩 小孩喜欢玩 我喜欢看电影 对 执思 或者是执思 我不想去看奶奶 让奶奶住院来问 这这个法文呢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人每天 人是有双重性的 第一集里面 我追求自己的快乐 自己的这个 我要玩 我要去看电影 对不对 那去看奶奶 给奶奶关心 这个 这是一个高层 精神上的一个五个美德 那这个 对小孩 他是 这个首先 这个小孩子 他是 谈的是人性的一部分 他说的是 他很坦诚的 小孩子是非常坦诚的 他怎么想 他就怎么说 那作为家长 我们在 这个 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是要接受 第一个 要接受孩子的 就是人性的一面 不要给他 这个 一定要 这个 接受他之后 再慢慢的去引导他 就慢慢的引导 是吧 那么好 就是 那 这个 先是 好 所以我们先去看奶奶 回头 再去 再去 再去看电影 那 在这个里头呢 他当然 孩子他 他 他 在适当的时候 这个先生说的也对 也要 在适当的时候 再稍微提一下 你记得吗 你上次生病了 奶奶给你一个 刚对于先生说的 这什么 咖喳汤 还是什么 生病 给孩子生病 做什么 给孩子多喝水 做什么 你看你记得你上次 你生病的时候 奶奶怎么样 用这个来提醒这个孩子 是吧 我们是要对孩子 让他记得 奶奶当年对他多么好 再把这一部分慢慢的 再给他补上 这样子 但就是一个沟通方式 一种是上来就是 道德说教 另一种是要慢慢的 接受他的人性的一面 他的 然后呢 但不给他加以道德的 那个说教 那些 然后 不是上来让他感到很 很羞辱 很 你怎么 怎么怎么样 而是我们先接受他这个 慢慢的去引导他回想起来 哎哟 当年奶奶的 而且我相信他这个孩子 他去看完奶奶之后 他自己反而可能会非常高兴 他可能会看 哎呀 而且你可以 你在回个路上 你在引导孩子认识到 我这个行为 我对奶奶的这个爱和关心 会给我带来快乐 因为人都是追求快乐 是吧 他去让孩子意识到这个 那他你回来你说 哎 你要告诉他 你看你今天给奶奶 奶奶非常高兴 你来看奶奶奶奶非常高兴 你给奶奶带来了 非常大的快乐 奶奶你 就让孩子意识到 他这样做的 给别人带来的快乐 和爱 这个 可能他牺牲了一点自己 但是 他得到了带给别人的这个爱 还有一个 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跟 其实这个基本 这就是跟刚刚讲的基本的 这个技巧 这个沟通方式技巧一样 就是要首先接受孩子的这个感觉 然后呢慢慢的去去过 但同时又回到了刚刚那个 这前面几位先生谈的 就是要现身说法 你在跟孩子 像说服孩子的时候 他不听你的 那你怎么把你的经验 跟孩子分享 就是你的 看看这个是 这就是 罗织学了 如何区分事实和观点 中国人很容易就把事实和他的观点 和判断混淆了 对 对 这点是很重要的 对 你说中国人就是我们 你说的意思就是我们 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很 把我们个人的观点和事实混淆起来 混淆起来 OK 如果有语波及学 好像是小学就语学的 对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 其他也就在建议 怎么帮孩子 怎么去避免这个误区 你自己的误区 你不要把 你觉得什么上大学好 这是你的观点 但是你不能变成这个事实 说上大学就是大于 那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我第一个 我们要 这个 我们可以说是 我认为 加一个我 是吧 我认为 或者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如果上了大学 这个 会有哪些好处 跟海拔 这也 我们没有时间的 这个时间 有很多具体的 我没有去提到 其实这个也 JB先生也 其实是提到了一个 另外一个沟通的 这个 沟通技巧的问题 就是 所以这个 你说这个上大学的这个 你说 那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我们是说 你说上大学 我认为上大学很好 这个是观点 还是事实 那你可以 可以跟孩子 你要管 你就是跟孩子一起 把这个上大学的利益和弊 都分析出来 你看 你上大学好处是什么 这个学习环境在这儿的 是吧 你可以精不精力去学习 而且你可以 另外一个呢 那 那个 那当然 就是你上大学的不好的 这个 这个 优点 那缺点呢 缺点是第一个你要借很多钱 就学生贷款 要付很多钱 是吧 另外一个呢 你可能要四年大学 你可能要牺牲四年大学 你可以用这四年大学去工作 你可以拿到工作经验 那么你来分析一下 到底是哪个利益和弊 你自己做决定 你如果可以自己学习 你可以说 哎呀我不要花四年 我也不用交一年五万块钱学费 我自己 我自己可以在家 我自己在家 我可以一年可以把所有的课上都学完 我当然可以找个工作 社会上 他也不按文凭来看人 社会是非常公正的 可是有的时候呢 社会确实是按文凭看人的 对不对 你没有文凭 他可能就 他可能就不录于你 他对文凭也是一个证明 所以你要把这些都分析给孩子听 然后这个 帮着孩子共同来做出一个 做出一个决定 所以 这个 是很多这个 也跟孩子沟通的 技巧上是有很多很多问题 那我就因为时间关心我们 没有时间去再谈很多的案例 那最后 就是总结一下 这个 就作为一个家长 大家要注意的两个东西 这个像大家在座的很多 可能都读过了 就一本书叫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这个情商这本书 在世界上 1995年出版以后 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他说他打破了成功 一定要高智商的孩子才能成功 他打破了这个神话 他通过他的这本书的研究 他指出 这个作者指出 在决定人生成功的诸多因素当中 在决定人生成功的诸多因素当中 自伤最多只占多少 您就记得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大家都记得 另外百分之八十 决定一个孩子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呢 情商 情商 那情商是什么 我们读一下 这个情商是什么 这个Deniel Gaumann Deniel Gaumann Deniel Gaumann 根据他的研究 是吧 这个情商 决定人生成功的百分之八十的因素是情商 这情商指的是 情商指的是 下图方面的能力 第一 激励自己的能力 然后自己去multivate yourself 激励自己 不用家长鞭鞭鞭 后面逼着你 不用老板去逼着你 第二 面对挫折时 坚韧不拔的能力 就是我刚刚谈到的抗挫能力 第三 控制冲动 推迟享受的能力 是吧 这个 这个 我现在去上大学 我现在马上去找工作 马上去有工资可以挣了 还是我 花四年 花八年去读本科 研究生 博士 还有一个 接下来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波动 不要让压力干扰我们的思考的能力 这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心理健康 怎么去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波动 这个情绪 这有很多方式 我们谈到很多美德问题 主心骨 看问题的方式 比如说超脱 要快乐 还有其他的科学的东西在外面 我们作为家长要引导孩子 比如现在很多瑜伽和冥想 还有呼吸 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 我们要教会给孩子 他怎么通过这个来控制 调整自己的呼吸 来控制自己的思想 这个monkey mind 你的每天大脑就不停地想 怎么去控制自己 控制自己的 还有一个每天负面的 每天有些负面的生命在脑海里面出来 你不行啊 你算了吧 没人会喜欢你啊 这个负面的信息 会在哪里 那怎么用正面的信息 来加对这些负面的信息 这些作为家长都要出去 我们都可以去学习 学习回来之后引导孩子 我提一下 你刚才说monkey mind 有点压制 但是心理学讲的时候 其实你有monkey mind的时候 你就放空 让他自己去跑 对对 那我可能我纠正一下 我现在说不是压制 你说的对 这个monkey mind的你有试 这个正确的设法是 就如果 我的意思就是说 Let it go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受你的负面的一些 那种念头的影响 不要去听那种负面的那种信息 暗示 那种心理暗示 要给自己积极的正面的心理暗示 对这个 如果你就是 你当有个负面的 哎呀你这个不行啊 你没人会喜欢你啊 你努力也没有用啊 你也跑不上啊 你当有这个负面的这个信息出来 暗示出来之后 你要教孩子怎么去面对 对不对 第一个孩子要 你要教孩子 这个客观的去分析一下 我们回到 我们分析一下 刚刚谈到孩子 美德素质 其中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独立的探求真理 要公正 什么叫公正 要自己去思考 是不是啊 那我真的就不行吗 我 暂时的还是永远的 我就是暂时的不行 还是永远的不行啊 这个领域还是所有领域 所以对 就是这个 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是吧 我确实我就今天没考好 可是我 我为什么没考好 因为我前两天还考得挺好 我今天怎么样 那这部分我克服 我去补一补 好就可以了 而且我不行 我考不上那个大学 哈佛大学 那我可不可以考上另外低一点的大学啊 而且另外回到这个主席屋上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只要回到主席屋上 第一个 不断地培养自己的美德素质 第二个 尽自己最大的所能 来 以最大的深度和广度 来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对不对 只要 你可以 就把孩子 让他回来 来到这个主席屋上 第三 把这些结合起来 为社会中文献 实现自己的价值 结果 那就怎么去跟这个负面的 这个 这个 暗示去去看 这就是很重要 很多 期望 有很多负面的心理暗示 一定要叫他们 怎么去 去应对那些负面的心理暗示 那 也就是刚刚 那个 你纠正一下刚刚说的 就是 你有很多mumpy mind 就是 一些想法出来之后 是不能压制 也就是 出来以后 就是 ok 承認一下 我現在確實最近心情不太好 我剛剛就覺得很低落 OK 就接受它 然後平靜地讓它過去 這就是情商的重要性 這些情商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能力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談的這些主心骨和美德的素質的培養 這些美德素質的培養其實就是情商的培養 最後講一下家長我們怎麼能夠給孩子這個美德素質教育呢 我們怎麼能才能向孩子提供這麼重要的美德素質教育 80%孩子將來的成功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甚至是身體健康 包括他的成功 他的快樂 如果都取決於情商的話 或者很大一部分是取決於情商的話 那我們作為家長怎麼去幫助孩子培養這些情商呢 家長的榜樣作用還是很重要的 對 第一個就是家長的榜樣作用 家長在日常生活當中怎麼去梳理榜樣的作用 第二個呢 是家長要給孩子一個機會 給孩子創造一個環境 有很多這種環境讓孩子去參 有很多美德學習班 美德素質學習班 現在在中國也非常疲憊 很多社區都有啊 很多這些街道都有了 就是從小開始 任務性無聲 越早開始越好 注重這個美德素質教育 然後作為家長就不斷地跟孩子談 而且孩子是反覆地用這一套 一起這個主心股家這些美德素質教育 來幫助孩子 任務性無聲 有些具體的問題在幫助孩子去解決 給做孩子的朋友 接受孩子 理解孩子 同時別忘了 我們要站在一個高度上去幫助孩子 接近引導孩子 而不是去評價孩子 而不是去讓他去貶利孩子 而是接受他共同地幫助孩子成的 所以 那我們今天我們分享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來參加今天的活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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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